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生活365 在这个频道上,我们发布了有关川普提议终止社会安全福利税的今天五大新闻的影片 许多人可能自然地认为川普终止社会安全税的提案是为了收买老年人的选票 就像拜登、哈里斯学生贷款减免是为了收买年轻选民的选票一样 这是完全错误的 错的可笑 事实上,川普的社会安全福利不征税与拜登、哈里斯的学生贷款减免有着根本的不同 拜登、哈里斯利用政府权利取消学生贷款 这笔钱是从像你我这样的纳税人那里借来的 拜登、哈里斯的目标是为自己和他们的政党购买选票 这就像第三方透过强迫贷款人取消借款人的贷款来寻求借款人的好处 川普是解决对社会安全福利不当征税的问题 许多老年人在努力工作的同时缴纳了应得的税 对社会安全课税导致对老年人双重课税 透过取消这些税收 该提案旨在为依赖社会安全作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年人提供经济救济 社保基金基本上适用于他们的退休生活 而且是税后的钱 为什么老人家退休后还要缴税 这是对老年人的双重课税 这是对长辈的惩罚 这实在是太残酷 太不公平了 这是绝对错误的 必须立即停止 如果社会安全福利不是免税的 美国纳税人就永远是纳税人 纳税人在退休前纳税 当纳税人退休时 他们必须为其税后退休福利再次纳税 交税 交税 并纳税 即使他们去世后 他们仍然需要缴纳死亡税 这对美国纳税人来说太残酷了 左派反对川普终止对社会安全福利征税的计划 他们担心该提案的财政影响 未来十年 联邦收入可能减少多达一 八兆美元 该提案可能会加速2033年至2032年间社会安全信托基金的消耗 收入要求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重返工作岗位而不是滥用福利 工作必须留在美国并提供给美国人 而不是不向社会安全信托基金支付的非法外国人 剥夺美国人的工作给非法外国人就是切断对社会安全信托基金的支付来源 支出也必须经过仔细审查和负责 以确保福利计划有效地支持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滥用和诈欺 非法移民使美国面临严重的边境危机 自2023年12月以来 每天有5000名非法移民被释放 每年造成1507亿美元的损失 非法移民为纳税人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每个纳税人每年支付约1156美元 司法委员会和Fair报告强调 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经济负担不断增加来自与非法移民快速的增加 美国纳税人辛苦了一辈子 缴税一辈子 他们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后到67岁或68岁 甚至更多 为什么非法移民无需纳税 即可享受美国纳税人的钱的免费资金和医疗保健福利 福利滥用和诈欺也是严重问题 根据最近的估计 包括诈欺和滥用在内的不当福利支付 约占所有联邦福利支付的9.2% 2023财年总额约为1010亿美元 如果因非法 福利滥用和欺诈而切断支出 社会安全信托基金就不会有问题 美国人有足够的钱按时享受退休生活 解决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以确保福利计划有效地支持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滥用 如果美国纳税人仔细监控负责任的政府支出 政府将有更多的钱让美国纳税人提前退休 并过上体面的生活 人们争取5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 以享受更多的休息时间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尝试将工作时间减少到3天 以享受更多的休息时间 美国纳税人退休后是否应该享受不延迟退休和体面的生活 美国纳税人太累了 在他们死之前让他们休息一下 现在是老人取消社会安全福利税的时候了 这次是照顾老人的时候了 现在是必须听到美国纳税人声音的时候了 如果你认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你就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将这种意识传播给越来越多的人 在今年11月的选举中展现您的实力 这就是我今天的想法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请订阅、分享、点赞 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声音 谢谢